我发现用了这个product两个月之后 我这些位置明显紧致了 而且我的毛红都小了 即使连我公司的同事都发觉 最近的照片和视频我的肝纹真的少了很多 所以我今天很想介绍这个新product给大家 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一支Radiance & Firming Concentrate 其实我的皮肤是属于干性和敏感 我发现踏入32-33岁这段时间 我的皮肤是更加敏感 而且塗东西的时候我发觉我的份量是要用多了 但我又不可以塗太滋的东西 因为我皮肤会比较容易起油脂 我早前就拿回我几个月之前的照片 和我三年前的照片比较 我发现我这些位置真的没有以前那么紧致 特别是今年我发觉我的干纹也多了 其实你看到它的质地不是水也不是油 它的味道闻下去也很舒服 它的质感其实现在这个天气用是非常适合的 因为香港的天气现在是比较干 但又不至于很冷 而这个配方的其中一个活性成分 雨线豆出取 它经过这个clinical test 证明可以提升轮廓 可以提升软致皮肤 减少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流失 用这个高浓度配方连续89天 可以改善皮肤整体的紧致度 另外还有一个bonus 就是它可以帮助皮肤的弹性提升11.2% 而試验者的满意度也达到92% 里面也加了几款抗氧化的油 其实这些油的质感也是很薄很快被皮肤吸收的 那这些油的主要作用 其实主要帮你平衡油脂 改善在这些这么干的天气出油的情况 里面也加入了水解消物蛋白这个成分 其实这个成分主要是可以锁住水分 还有收细毛孔 还有一个舒缓皮肤的作用 你化妆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它有擦脂胶碎 而且它用完之后妆会很贴的 那最后一样东西 如果你用碎粉的话 就记得等它吸收了之后 然后再塑上碎粉 那妆就更加贴了 那如果皮肤像我这样干的话 可以怎样用呢 那我喜欢晚上用的 那晚上的时候我用完toner 那我就会加一至两滴的concentrate 那之后我才会加少少的sos cream 就已经很够了 因为现在香港的天气又未至于很冷 那如果再冷一点的话 就可以加beauty oil 那我将几种不同的用法 就放了上公司的website 给大家参考了 那大家可以因应着自己的皮肤 和天气的改变作出调节 那未来在这个限定日子之内 购买radiance and firmin concentrate 我们还会有一支 travel size的beauty oil送给你 想买我们的product的朋友 可以直接上我们公司的website 或者去我们尖沙咀的门市购买都可以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去我们的fans page 直接问我们的cs同事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那我们下次再谈过啦 bye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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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